共和黨副總統候選人 范思七號來到搖擺州 威斯康星州造勢 碰上對手賀錦麗出現著怪怪的舉動 接近賀錦麗空軍二號專機 還莫名說這番話讓記者傻了眼 共和黨政府總統候選人 似乎每天都能語不驚人 死不休 隔天川普在佛州的海湖庄園 記者會還出此言 川普在會上直言 連準會做決策 而這似乎也強化華爾街日報 先前報導川普的盟友 已經有提案 如果川普當選 這些提案將試圖削弱 連準會的獨立性 而目前路透和異普所民調 合景麗雖領先川普五個百分點 但CNBC調查顯示 川普在關鍵經濟議題的支持率 則是以百分之四十八 領先對手兩個百分點 至於兩人辯論 對於總統總統 拒絕川普八號 終於同意下個月十號 進行首次電視辯論 且還在要求加碼 拜登也表示對賀錦麗有信心 你會上任何總統總統佰 沒有 我覺得川普有很多人說 因為他們認為他們 被選擇被政策 選擇為哈里斯和瓦爾 是選擇 為北五個小村的價值 回到白宮 兩黨候選人 活力全開 辯論對決到搶攻搖擺州 誰能擄獲選明星 等著看 華爾街新聞 綜合報導 哈囉 我是賴賴賴 想要搶耳聲 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视新闻YouTube频道